艾范的初音乐迷你电影呢是 继爱与不爱音乐短片之后呢 我们第二次和海龙合作的一部音乐短片 上一次跟马导合作是在爱与不爱的MV 还有一个音乐短片 上次的那个短片我们拍的是三分钟 那为什么叫音乐迷你电影呢 那因为这次我们整个短片的片长呢 有三十分钟 看得出马导这一次很有心 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 去拍这一部迷你电影 那顾名思义音乐迷你电影 那在这部电影里面的音乐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次也邀请了黄卫尔来 来担任我们的音乐中间 我有去给一些配乐上的建议 然后去想办法让这个 迷你电影来的更加有掌力一点 那我们希望在听音乐的治愈呢 能够了解到音乐背后的一些故事 那当然也能够借由音乐来带动整个电影的情节 因为我做音乐一直都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音乐去走入走进你们的生活 然后用我的生活去呈现我的音乐 那这部音乐迷你电影的故事呢就比较简单 有别于以往爱与不爱懂片的那一种复杂的爱情观的激情的部分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把整个故事拉到了校园里面 那它是一个发生在校园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 我就想要从很简单的爱情中的对与跟错去看回我们的生活周遭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吸引人的地方和它的整个画面的感觉 是有很浓烈的文艺气息 可以看到很多校园 然后有看书 我有问导演导演是不是真的有看这个书 导演说有 所以我等一下要考一考它 到底这个书在讲什么 那在这个迷你电影的故事里面呢 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我们有提到少年维特烦恼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是在18世纪 一个德国非常出名的一个作家也是个世人哥德写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主要是说 男主角为了爱情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那这本书的故事呢 和我们的电影的故事有怎么样的一个连接呢 这就好让你自己来看 只要我们的心还跳着 就紧放肆地活着 这是有来福的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